說起日本 大家可能會想起購物或美食 但其實日本是一個非常喜歡跑步的國家 今次我來到東京帶大家跑兩條跑步路線 有熱愛跑步的日本女生 Sui 和我一起跑 嘩 好美啊 完全是日本動畫會見到畫面 為何我來過這麼多次日本 都沒有來過這類型的地方 還有Danson YES 還有Danson陪我一起跑 和我們一起參加Lululemon Together in Strike的活動 Lululemon 3 2 1 Lululemon 我們一起去一些地道的小店 嘩 這個要等30分鐘的早餐 是 是好吃的 用另一個角度發掘東京的靈 跑步 吃東西 現在就走了 Let's go Woo Lululemon 第一站我們就來到代代木公園 它在涉谷區裡面 跑完步之後 我們還會去旁邊的澳涉谷吃三間小店 代代木公園在2014年被CNN選為全球十大最佳慢跑的場所之一 更加被譽為東京師肺 好 我本身是不太做運動 嗯 也不太跑步 是 那有沒有說一些跑步前的衰之 我是要知道的 跑步前要做什麼 是 大筋 熱身 還有有一身舒服適合身的運動裝 都會跑得快些 應該 本身日本也有很多這些空間是這樣被人跑步 有 大阪也有一個很大的大阪城公園都是這樣的 你在香港要找一個這麼大的公園 讓人跑步 放狗 你住香港也知道 很少的 是 香港真的跑步的地方很少 車又多 人又多 Dessa 你自己作為日本人 你覺得日本人是否很喜歡跑步 嗯 我就一般 但是很多日本人都喜歡 究竟日本人是何時開始喜歡跑步的 其實在江湖時代 當時沒有代步的工具 有些人被專門請來傳遞消息 就是靠雙腳 即是逆傳 慢慢演變成為日本的接力賽 現在是早上八九點鐘 這個公園也是超級多人 不只是年紀大一點 年輕人也有很多 日本有很多個大的地方 像這裡 大阪 福光 北海 很多景點 他們經常都舉辦 每年一次 究竟日本人對馬拉蟲有多瘋狂呢? 單單一個月 日本不同城市 就已經舉辦了240場 大大小小的馬拉蟲 經據世界田徑聯會 歸納比賽成績 選手評分來計賽事總分 日本還超越了美國 以及西班牙成為世界第一 他的前身其實是日本陸軍的機場 去到1967年就被改建成為公園 如果你春天來到這裡的話 還會見到櫻花 其實日本大家都知道很多東西都很方便 然後連跑步都是細心到 有很多這種的飲水機 我怕我不會用 我怎樣用 扭 我幫你 抹大口 3 2 我相信香港你見到的飲水機是這樣的 即是弧形的 但日本是柱形 直接射進你的後裏 有這種飲水機 即是你有時這樣跑 你不會帶水出去 是方便的 在代代木公園的跑步路線 跟著外圈跑路就大概1.7公里 如果內圈就大概1公里 周圍都有樹蔭、椅和涼亭 跑路都不會覺得太熱太辛苦 Danser 我們都跑得差不多了 然後又流了一點點汗 那是不是就應該要吃東西了 當然要吃啦 很餓 OK 我們真的很幸運 我們跑完澳才來下雨 我們跑步這個地方其實都很方便 很多東西走 很多小店 也是 排五分鐘 有很多cafe 書店或者集貨店 就連日劇也有在這裡取景過 排完帽呢 我們就有早餐吃啦 哇 好多人排隊的 零四 零四 第一間我們就來到Pub 是又在巴黎米芝蓮餐廳做過的 兩位日本人開的法式餐廳 在日本美食網 塔啤洛有3.55分 日本人都說他很有名的 出名要排隊的 八點開門呢 五六點就有人開始排隊了 我們要點一個Pancake 是 我要咖喱飯 我們現在這麼早的時間 都已經在庫口 已經在庫口 日本人會吃早餐 有時會很廣告 第一 一定要有些營養的東西 辣豆飯 生蛋飯 麵豉湯 香港的早餐全都不健康 出前一丁 發 沙爹牛 茶餐廳 都是出前一丁 還有最重要是飯 我想說 這個早餐要等30分鐘 說的就是這裡最招牌的荷蘭鬆餅 它用鑄鐵鍋來焗 即叫即制 鬆軟的口感 配上意大利巴馬火腿 和水牛芝士 再配搭豐糖的香甜味 想起都流口水 不過禮拜都是要排隊才能入 如果想吃 分分鐘就要等超過一個小時才能吃 好吃嗎 是很高的感覺 真的嗎 它的皮有少少梳乎里的感覺 但是因為它有煙肉 芝士 即是一些鹹食包著 又覺得很合 是好吃的 現在帶你去吃一些輕便的 咖啡 小咖啡 好漂亮 我經常都在日本的小屋子 很有趣 第二間我們就來到Fulin 它本身是來自挪威 曾經被紐約時報 譽為是世界上最棒的咖啡 而它第一間日本的分店 就是開在這裡 我們先喝咖啡 不然大家… 焦燥泡布 我平時喝的奶咖啡 可能都會有一種苦澀味 但它這個是很軟的味道 挺好喝 它是做得挺鬆軟 它的外皮挺鬆 有少許缺點 我覺得不夠熱 多少分 十包滿分我給7.5 第三站我們就來到 曾經在葡萄牙學藝過的 日本人開的正宗葡萄店 在塔啡洛有3.76分 還是百明店之一 好香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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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人最愛的塔啡 280元 它比起一般香港的蛋塔 或者香港吃到的葡萄 是 我想它的尺寸小了1.3分 開動 開動 它比起 它比起 香港吃到的葡萄 比較脆 也挺重的 蛋味 還有酥皮很厚 厚一點 還有很多層 那280元 抵不抵嗎 不抵 但是 也挺好吃的 哈哈哈哈 入的人認證 很危機 下一站我們就參加了Lululemon Together in Strike的活動 這次還邀請了亞洲各地的影響者一起跑 全長9.2公里 會經過新橋、上野、秋葉原和淺草 但對於我這些沒有跑開步的人來說 就 這位小姐很緊張 哈哈 大家 幫我們打氣 打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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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跑10K了 這次就有世界各地不同的跑手 加上我這種跑步生 一起加入的活動 因為整個活動 就不是說要跑步跑得快 是一起不理快慢 都可以一起完成到這件事 一起去感受東京的另一面 是 所以一會兒我跑得慢 Danser就不要罵我了 OK OK 掌量掌量 我們掌量開始了 是 又上了喵喵鏡 3 2 1 Lululemon 是不是保持了這個步驟 不會加快的 這個步驟 我走也可以 急步走 急步走 嘩好漂亮啊 這個樹林 好厲害啊 吃不吃 吃 我想是公園跑和街跑最大的分別 應該就是要面對誘惑 嘩好香啊 好香啊 好香啊 喂 過多天神啊 啊 真吃啊 啊 真吃啊 我覺得都比我想像中輕鬆 就是它不是真的 一直跑一直跑 一直跑不能停 對 所以可能有這樣的喘氣空間 嗯 We did it Yeah 我們現在已經來到終點了 我其實蠻常跑步的 我大概 四年會跑一次 然後我有很多地方都去過 然後跑步的時候 因為你要很focus 然後你反而會看到更多 可能我們如果是觀光的話 不會經過的地方 就覺得更 融入了這個城市的感覺 電車が すごく発達してるので あの 走ることで 普段気付けないようなものに 気付けるっていうのが すごく 魅力的だなと思います 今回こうやって 東京の 都内走ってもらったんですけど 初めてですか そうですね 初めてです 最高だった 我本身事前不是很緊張 很害怕自己搞不定 不會的 但今次的體驗 就是跑一下停一下 跑一下停一下 然後中間會給你一點時間 去看看 所以我覺得這個感覺 令到我 克服了對跑步的恐懼 因為我經常覺得很害怕跑步 就是因為我覺得自己不夠氣 要跑一段很長的距離 我會很害怕 自己搞不定 但是今次跑一下停一下 我可以再跑 會覺得跑步不那麼害怕 而且開始對跑步有些好感 有種覺得自己完成了一個又一個的項目 就是這個過程我覺得是挺有滿足感 去到最後一條路線 我們去到北千住宅 來到方村 還邀請了日本運動YouTuber Sui-san Hello Hello Lisa I'm Natalie 我們出發的時候 行きましょ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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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近 好美 東京有超過一百條河流 有不少都有沿河散步跑步的路線 而方村這裡都是平路為主 它本身都是馬拉松比賽的路線 所以都會見到有不少跑手 平時都會在這裡練跑 而今次帶我來跑的Sui-san 就是土生土長的東京人 參加過好幾次的馬拉松 還有十幾年的跑步經驗 現在還有拍YouTube 介紹東京跑步路線 以及分享怎樣熱身和跑步 我難得旁邊有Sui-san 可以教我怎樣跑步 沒有理由不取經驗 所以我就請她教我 指證一下我的動作 那我交給你了 ゆっくり つって はい 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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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說 在日本這裡 跑步上有什麼禮儀 或禁忌是要避免的呢 要避免的 要避免的 是吧 車或交通通路 要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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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現在準備好了 我們出發 行きましょう 行きましょう OK 我第一次來方村 其實整個全場間有多長 40km 在香港很難找一個 40公里的跑步徑 東京很容易走 高橋也有 大公園也有 大公園也有多 哇 很累啊 哈哈 對於我這些沒有跑步的人來說 做運動真的有點吃力 那其實為什麼Zuie先生 又會開始跑步呢 我開始的理由是 我會痩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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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人都一樣 我也會一緒 但 人類的 都會痩瘋 都會痩瘋 都會要得到 人類的 人類的 都會喜歡 所以 走路還在 都會不想 走路 雨時 都會不想 走路 都會不想 所以逆に気持ち良くてね シャワーランって言うんだけど シャワーしながら走るみたいな感じで 結構気持ちいい 我現在嘗試用那個 Cora 巴利 OK 我這個旅程 跑了我 一、兩年 跑步的分量 一個禮拜一次跑 見失敗後 苦い 我們現在跑完步 出身汗最應該要做些什麼呢 就是去吃飯 我們現在就去找食物 那你平時跑完步的時候 是不是就會過來這邊移桃 吃飯 由方村走過來北千住站附近 大概就十分鐘路程 北千住本身不算是一個很熱門的旅遊景點 但其實這裡也有很多大型的百貨公司 在商店街還有很多懷舊的cafe 和居酒屋 這個嗎? OK いただきます いただきます 好棒 可以吃東西了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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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自己覺得 在跑步裡面有沒有學到什麼 譬如 可能 堅持了一個習慣這麼多年 這件事 1公斤走路 3公斤走路 5公斤走路 自己的達成感 自己的達成感 自己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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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否就是 因為 覺得跑步對於你來講 有幫助你很多 然後你很想宣揚 跑步這一個運動 給其他人 那樣 那樣 真的 走路 很開心 而且 走路很難 也會這樣做 走路 也會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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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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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在100歲 也會這樣做 也會這樣做 到你了 到你了 我不行的 你200磅有嗎 沒有 我只有130磅 你等我 先看看 好 美女介紹的 平常我不吃的 美女介紹 所以就吃了 特別好吃一點